大家好,又回到我们《望向哪支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思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沙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继续抗疫聘经济反网部 好,今节又是世界时势多合一的时候 第一条新闻就来自澳洲 澳洲很惨,又被盟友 就抢留学生了 真是想不到这些盟友常说帮澳洲 结果都是抢澳洲的市场 根据维多利亚大学Mitchell Institute 即是米切尔研究所的最新报告显示 虽然疫情,国际留学生 还是大量地前往加拿大、英国和美国 这三个我们的五眼集团的盟友 而且是创下了新高 但是澳洲和新西兰 就很糟糕了,国际留学生是急剧下降的 这份报告就叫做被中断的留学生 国际教育及疫情 调查了国际留学生的 五个主要留学目的地 即是五眼集团、澳洲、加拿大、新西兰、英国 还有美国 我们发现第一波疫情 造成了留学生的新生大幅下降 但是那些国际学生 已经看到一样东西就是向澳洲、新西兰以外的三个五眼集团国家 是不断地回去的 而且有新生 刚才我们说的 是新生 出现了强劲的反弹 这个研究也表示了 疫情对世界各地国际学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来自中国的国际学生人数依然是低于疫情前的水平 但是对于一些留学生的来源国 比如印度、尼尼尼亚 国际新增是有创纪录的增长的 我们看到了 国际教育是很多国家管理其他收入的来源 还有也是很多国家投入的重要部分 这份报告也显示 澳洲的盟友是大量吸收国际的新生 而且有一个强劲的反弹 最厉害是哪里呢? 就是加拿大 报告就显示 这些学生签证的数据 看到 学生对于疫情 是否可以回到去或者去到留学的目的地 相当相当重视 因为大多数学生 是要获得签证才可以入学的 我们看到 截止到九月份的十二个月内 颁发国际学生新生签证 你记住新生签证 所有国家的新生签证都是有所下降 但是 但是 有些国家受到的影响 比其他国家大很多 就好像澳洲那样 英国的恢复是最为强劲的 他的 留学生的新生 是创了纪录 而且 是达到了 一个可怕的纪录是什么呢? 是比疫情之前还要高出38% 这份报告也都说 很多的学生本来是想着来澳洲 但是 因为澳洲的国门迟迟都未开 所以 英国 就吸收了有些是准备去澳洲留学的学生 而且年度的数据 也都看到了一样东西 英国的反弹最厉害 这个新生最多 但是 回去的学生最多是什么呢? 就是加拿大了 可以回去 即是本来有签证 但是 回了 他们自己的国家 后来又要回去 他们留学地方的 人数最多在哪里呢? 就是加拿大 因为加拿大的 封国措施是没有那么严谨的 而且很早就开了国门 我们也看到 如果2019年9月这个季度 用100分来评比的话 澳洲就麻烦了 澳洲现在的分数是多少呢? 就是 大概只有 20 6分 你看看加拿大 加拿大就很厉害 加拿大 就是105分 所以 这些盟友常常都说 撑你澳洲的 加油 都是只有港元 撑澳洲去市 因为中澳关系继续不好的话 当然疫情是很大的原因 中澳关系 也是另外一个原因 另外 留学生来源国 的影响是什么呢? 留学生 所在国家发生的事情 也影响他们 疫情期间的决定 我们看到 现在最多留学生的国家 不是中国 最多留学生回归的国家 是尼日利亚 很厉害 即是他们生源地 我说是生源地 第二是法国 之后 第三就是印度 利亚的反弹真的太强劲了 他们大量去英国 和疫情前相比 其实我也以为印度 反弹是最强劲的 反弹是最强劲的 不过 原来 印度学生 只是 有27%的增加 利亚增加了多少呢? 就是90% 厉害 法国 就是33% 这些 很多都去英国 因为法国和英国很近 以及 印度已经超过了中国 刚才我们说反弹是个率 但是印度的人口基数大 所以印度已经超过了中国 成为了 全球最大的国际海山 来源地 另外我们看到 对国际教育的分析问题 可能是个数字游戏 普论的重点是入学人数的变化 以及国际学生的经济贡献 但是也有重要的政策影响 好像现在很多人就围绕 地缘政治 那当然 这个中欧关系不好 令到 一些 本来有计划来澳洲的留学生大大减少 留学生对教育部门的总投入也有很大贡献 在澳洲来自留学生的费用占大学 总收入的大概30% 失去了留学生对教育机构是十分大获 后疫情环境之下各个政府 都是想留学生快点回来的 在美国 拜登政府其实 在2021年7月已经宣布了对国际教育的 重新承诺 英国的目标就是 到2030年 国际教育的 增值要增加75% 而且他说过 英国的 中国留学生十分重要 这些黄饮会不会玻璃心 上次约翰逊自己说 虽然疫情对国际教育产生了巨大影响 但是 这个产业恢复到高度竞争市场的时候 相信大家会使出浑身解数 再去招生 澳洲就梅一点 傻子 对中国的态度 没办法 真的没办法 令到 我们的留学产业大大祸 美国的 好 这是第一则新闻 第二则新闻 就是 美国的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就说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东南亚之旅 就被迫要做 中断了 为什么要缩短东南亚之旅呢? 因为 访问团当中 的随团记者 就中了新冠 布林肯 先后就到了 印尼 马来西亚 原本 就想着 今天是到 泰国的曼谷 会跟泰国官员 会 但是 哎呀 这次三国之行 最后一个国家 就必须取消了 国务院发言人就说 布林肯 告诉泰国外交部长 由于出于谨慎 他一定要 马上回华府 回美国 美国驻泰国 大使在声明中就说 布林肯 也会邀请 泰国的官员 尽快 访问华府 同时 他期待 可以 尽早访问泰国 双方声明 将会 证明了我们进一步 加深 美态关系 其实 确诊的人士 是一个徐团记者 从印尼到 马来西亚之后 在 马来西亚 就验出了阳性 美国驻 马来西亚大使 透过声明就说 确诊 人士 没有参与 布林肯 在吉隆坡的任何活动 那么 访团中 亦没有其他人确诊 国务院的发言人 告诉记者 之所以 做出这个决定 是为了减轻 新冠传播的风险 以及将 美国的访团 还有其他会接触的人的健康 以及安全 来放在第一位 美国驻瓦加达大使 在推特也说 访问团的所有成员 在瓦加达的时候 在印尼检测的时候 都是隐性的 布林肯 叫做 乘坐的飞机 只会 短暂停留泰国 疫情上 是没有任何官方会面的 他停一停之后 就马上 回去美国 亚洲经历了 混乱 以及一些 之前的 不可预测的 危机 当然是指新冠 以及 之前 前大统领特朗普 对亚洲相当不客气 有时候口气都十分差 其实 布林肯这次的 旅程是为了 挑战越来越大的 印太关系 这个他说的有引述 亦都想重建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 所以 这次最初 他就先去 亚加达 跟印尼总统 佐科威会面 其实 昨天他在马来西亚 亦都跟 大马的外交部长 召开了联合记者会 在到达印尼 之前 布林肯 就在英国 参加七国集团 外长峰会 重点就是 和俄罗斯的关系 布林肯 原定 在美国途中 是会停 夏威夷 现在可能 就不会了 好 这个就是 第二则新闻 第三则新闻 就来自日本 日本 大雄 安田文雄 就是日本的首相 就说 自己 是没有 出席 北京冬季 奥运会的计划 中国驻日 大使就说 北京 曾经支持 东京奥运会 日本也应该 采取 相应的积极行动 其实 岸田文雄 就决定不出席 明年2月 在北京举行的 冬季奥运会 其实 岸田 之前 亦表示 是没有访华的计划 岸田的语气 和 几个西方盟友宣布 外交抵制时 其实 是缓和得多 上星期 华盛顿就说 中国持续对于人权的打压 令到奥运会已经失去了意义 所以决定 不派任何官员参加 北京冬季奥运会 即是所谓的外交抵制 目前英国加拿大澳洲 已经加入了外交抵制的行列 另外一些国家 就以疫情为理由 就说 那免得派官员去北京冬季奥运会 这个国家就是新西兰 德国新总理 萧尔茨在这个问题上非常谨慎 现在仍未表态 不过他之前说暂时就不会 外交抵制是暂时 在这个背景之下 日本的举动是备受关注的 因为日本是美国的亲密盟友 并且一段时间来不断表示 中国的威胁正在不断增加 但是另外一方面 日本的经济对于 中国的依靠 是更加大的 中国就是日本汽车的 最大销售市场 安田文雄 做出什么的决策 亦都会受到 国内外的政界的压力 日本执政自民党内部 已经呼吁外交抵制 北京冬季奥运会 安田文雄自己不去 并不意味着 没有日本的内阁官员出席 北京冬季奥运会 即便 不派 内阁成员去 亦都可能派其他的政治家 作为日本代表前往北京 何虚何从 其实日本政府 还未宣布最终决定 日本的共同社就说 可能由担任 东京澳组委 主席的参议员 乔本盛子 等等的人士出席 岸田文雄 本人就不去 中国 这个消息 得到证实之后 中国驻日本大使 孔元佑 就说 北京冬季奥运会 已经很不幸地 变成了政治工具 他希望 日本可以采取 积极的态度去支持 很不幸 日本有人对中国的 政治制度持有偏见 在新疆 香港人权问题上 制造不安 他亦都说 日本 其实 真的不应该 将 北京冬季奥运会 变成了一个政治工具 中国 是支持 东京 举办奥运会的 所以日本 应该 对我们的 奥运会 表示善意 这样也对 其实是投途报理 当然 日本人 不理你了 起码岸田文雄 就说不去 在 同一个讲话当中 孔元佑 亦都警告 日本 不要 干涉 台湾事务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其实 之前 在访问台北时曾经说过 如果 中国 够胆 出兵 台湾地区的话 美国和日本 不会坐视不利 北京应该知道这一点 安倍的谈 亦都令到 中国人很生气 包括我 中国 外交部甚至是召见了 日本大事进行 紧急 回眠的 其实安倍真的很好笑 日本有事 等于 美国有事 台湾有事 日本 也有事 所以 日本和美国 一起是会 保护台湾 你说 你退了位 密砂到暖砂 这么说 当时 你做 首相的时候 又不敢说 顶你 对此 其实 孔元佑大使 亦都说 最近以来 日本 就 台湾问题 有一些 负面表述 说台湾有事 就是日本有事 这些是单方面的挑衅 我们是不会接受的 孔生亦都在讲话当中 批评了美国总统拜登上星期 召集的所谓民主峰会 就说 峰会本身就是 一场反民主的活动 判断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 只可以由该国的国民进行 你觉得对 没错 但是他们就不是 觉得我说了什么就是什么 这个也挺好笑的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